披上来一战袍 柯智恩准备好了 才刚获得国民党高雄提名 柯智恩就履行24小时之内 出现在高雄的承诺 跟同党市议员合体造势 展现母鸡带小鸡的风范 这些议员平常就是深耕基层 然后扎根的非常的紧 我想我们是同样的一个协力 就一起来把这个五个月的时间 好好让高雄市民来认识柯智恩 不担心距离选举剩下不到半年 加大马力要扎根地方 应对韩流两集评论 柯智恩澄清没有切割韩国瑜 而是大力赞赏韩团队功不可没 高雄市前副市长叶匡时 也看不下去 联盟帮柯智恩还家 包括韩市长那时候很多的证件 他要做一个review 做一个讨论 因为时空环境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怎么样子能够把这个 韩市长那时候最好的一些证件 而且还有延续性的 一定会保留下来 一被提名就马上被问到 是否韩流回归 甚至连家人在美国制产 已被绿营拿放大镜解释 面对绿营测译 柯智恩酸绿营要推陈出新 我就是不能够理解 已经2022年了 为什么的测译 还是用非常多个人候选人的家人 大家不觉得这样的一个手法 非常的粗糙 而且还没开始打 就把整个选战 闹入了这样子的一个泥框 我觉得民进党的测译 或许是要检讨一下 2022年的 不要讲20年以来 一贯的手法 应该换个新的了吧 网军勾集手法要换新 高手市长也想换人做 柯智恩对于被陈其迈称 远来之客 他直求对决 怎么会远来是客 陈其迈是才男出生的 陈局市长是宜兰来的 包括我们的 很多人都不是高雄 我觉得只要你爱高雄 然后愿意在高雄里面来 好好的一个经营 大家好好来做一个讨论 我想他应该乐观其成 那柯智恩也绝对不 不不确赞 直求对决 喊出下架民进党是所有在野党最大期望 柯智恩选举肇事场面热闹滚滚 柯智恩一身选命为高雄 不会测意将他打成草包2.0 而是想拼命创造高雄2.0 柯智恩协理家与高雄台北报道 中天观众有好康 就是请你上快点购 买这个乌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举两得 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三种好康的组合 有效帮你保护起来保护家人 那么防疫不能等 赶快上快点购来买 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就有折扣了